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起宫殿 地下纵横 绵延百里 机关密布 暗道无算 端木吉为天罗地宫设立三件神器 用朱雀之魂融成的镇魂中 以陨石之精 终究的离伤剑 以及封存了一统天下之秘的金鸾镜 只有集齐三件神器才能一窥一统天下的秘密 公元前210年 狮皇猝死 端木吉神秘失踪 天罗地宫从此成了一个世人触摸不到的秘密 坊间传闻 只有端木一族的血才能找到镇魂中 打开天罗地宫 公元420年 中国进入南北朝时期 南北梁市长期对峙 北齐与北周连年交战 百姓苦不肯言 传闻 镇魂中于北周大司空府现世 北齐女子端木莲 化名袁清索 潜驻北周 伺机 盗取镇魂珠 清索 这次成败就看你了 赚心血 前面就是一个光电 不 待会的雨点 万万不可出差错 这是宇文雍 皇上的弟弟 周朝大大司空 清索 这次你要对付的就是他 这次皇宫宴 唯一的目的 就是你要想尽一切办法 俘虏他的心 进而住进大司空府 取得他的信任 配合咱们大冗宰府的行动 姑母 你确定 镇魂珠当真还在打刺空府 千真万确 别家女子手帕上绣的 都是些莲花牡丹鸳鸯蝴蝶 为什么你绣的却是两只萤火虫 请把帕子还我 清索 参见皇上 啊 嫂夫人平身 请皇上把帕子还于清索 你就是嫂夫人的侄女 清索姑娘 好 你若能答出朕方才的问题 朕 就将帕子还给你 皇上 这是块帕子 没事 萤火虫 虽然渺小不起眼 却也有它的灵性所在 皇上 难道没听说过那首诗吗 唐空泪星云 浮树若生花 平银神火照 莲似夜诸鸣 逢君时光彩 不吝此生亲 清索 不得无礼 不必在意 清索姑娘的回答 朕非常满意 好一句 逢君时光彩 不吝此生亲 参见皇上 月宴已经准备妥的 请皇上一架玉花园 嗯 嫂夫人请 皇上请 加油 黄一诺 订阅 东家 崔洪 皇上今日神思不数 所为何事 今日偶遇清锁姑娘 快人快语 意气风发 还听说清锁姑娘的舞技 倾国倾城 朕倒是有些按捺不住 想要见识一下清锁姑娘的舞姿 多谢皇上 这不她来了 赤字笙 陆白日子 赤字笙 阿滚 我赤字笙 魔道 糟了 难道皇上动心吗 忠计 看他玩什么玩意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清索姑娘 真乃天人 兄长 清索姑娘倾国倾城 五计双绝 朕有一不情之情 皇上 果然好眼力啊 清索也到了 该嫁人的年纪 今日臣令清索现武 无非是想为清索择议良绪 苍天不负有心人 果欲良人 微臣斗胆 请皇上为清索做主 将他指婚给四弟 这只怕 要看清索姑娘和四弟的意思 能得清索姑娘这样的女子为妻 我宇文雍三生有幸 那便好 天作之合 皇上赐婚乃是大种宰府的一大姓氏 请皇上下旨吧 唉 小弟自然是想娶清索姑娘这样美若天仙的女子为妻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呢 想被大种宰是忘记 早年大种宰与父皇作主 让小弟与突厥的阿什纳公主定了百年之约 再过些日子 便是迎娶之人 小弟自然是清心清索姑娘 可事关大周生育 若眼下娶了清索姑娘为妻 阿什纳公主雍容大度 声名远播 想来她也不会因此罢婚 挑起两方战事 大种宰说的是 可清索姑娘 毕竟是大种宰的侄女 若作为侧事 未免委屈了清索姑娘 若作为政事 只怕是于国不利 清索愿意 清索素闻大司空风流倜傥 今日得见 不仅气宇非凡 更是有国有家 身名大义 既有大司空在前 清索自然是不会以一己之私 而坏两方和气 所以即便是大司空的侧事 清索也欣然接受 既然如此 当真是皆大欢喜 皆大欢喜啊 好 既然清索和四弟都这样说了 皇上您就下旨 喜上加喜 喝四弟与清索的这杯喜酒吧 好 四弟与清索姑娘 当真是必人一对 朕自然要欲成美事 远太使 臣在 何时即日 启禀皇上 经微臣算得 三日之后众星报喜 是个千载难逢的黄道即日 洛大司空在当日成婚 不但星河家族 更着国运昌龙 皇上 三日之期虽显仓促 可既不能让清索姑娘作为正事 小弟自然也不会亏欠了她 小弟定会倾尽全力 致办一个隆重的婚礼 好 婚期就定在三日之后 多谢皇上 三日之后 大仲宰到 大仲宰到 不错 像个新娘的样子 前日你在御花园表现得当 你姑母果然没有看错你 还记得你的任务吗 今世宇文雍不动声色 找到镇魂珠 镇魂一出天下静 离商积业百事横 拿到镇魂珠 就可以当上皇帝 只要拿到离商剑 便能守得百事积业 两剑神器局势无双 多少人梦寐以求得到他们 又有多少人因他们而丧生 要拿到镇魂珠和离商剑 没那么容易 你不要轻举妄动 先做好宇文雍的宠妾 牢牢抓住宇文雍的心 一切等我来安排 是 四哥哥 你在做什么呢 是在等着我回去吗 你不要轻轻 她们好像是一对啊 看起来好幸福的样子 就像我们一样 小莲 你怎么了 张开嘴巴让我看一下 小莲 小莲 就只有你 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四哥哥 你是说 我就是马舅里的疯丫头吗 那 那 我以后 会好好学着 怎么做一个称职的王妃 绝不给你丢脸 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蓝领王妃 四哥哥 这是我最重要的东西 现在 我把它交给你 小莲 你为什么 四哥哥 你是知道的 我是端木一族 唯一的后人 我要为端木一族 找到镇魂中 完成家族使命 小莲 这些不是一个女子 需要承担的 一切由我 答应我 四哥哥 别去冒险 我说过 我要做一个 能光明正大的 站在四哥哥身边的女子 所以 我绝不放弃 小莲 你真的不必如此 你现在这样 就已经很好了 我只希望你 做一个简简单单 快乐的女孩子 你我可以永远在一起 策马于广袤的草原上 这样就够了 嗯 我也好想 永远跟四哥哥在一起 策马奔驰在广袤的草原上 所以 四哥哥 你一定要等着我 我不想交给宇文勇 不想过这样的生活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师父 大白天的 你怎么 师父 你 师父 你这是做什么 你不必管我 做好自己的事便是 你记着 婚礼之后 尽力将宇文勇拖在新房 一定要拖过子时 师父 徒儿不明白 为何要拖到子时 那宇文呼 宇文呼 不过是一步棋而已 现在借他的手 让你进了大司空府 就是你我天下了 你不想尽快行动 拿到镇魂珠回到齐国吗 我当然想回到齐国 师父 只需要拖过子时吗 只要你将宇文勇拖在新房里 我便会派人搜遍大司空府 一定要找到镇魂珠 可那宇文呼为人狡猾 我自有办法 总之 你给我好好记着 要宇文勇待在新房里 过了子时 就算你完成了任务 只要拿到了镇魂珠 祝长公得到天下 你就能做兰陵王妃 是 徒儿一定办到 宇文勇 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看他的眼神就知道 他有多狡猾 我也该想想办法自保才好 恭喜大司空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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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驾到 参见皇上 恭喜皇上 恭喜皇上 贺喜大重宰 钟爱卿平身 谢皇上 大重宰 曹夫人 不错 像个新男官的样子 多谢皇上 四弟 今天是你取亲 天大的喜事 别忘了 为我们皇族 早日开枝散叶 大重宰取笑了 这里不是公塔 我们是兄弟 应该 以兄弟相称为好 兄长说得对 自家取亲 不必多礼 是 疾病皇上 大重宰 主上 喜叫已经到府门前了 四弟 平日那么聪明 今天怎么有点傻了 还不出去接 是 皇上 请 兄长请 请 好 好 好 谢夫人请下轿 谢夫人请下轿 我已经接你了 请下轿 好 开心就好 本司空就喜欢看本人笑 看本人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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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吧 依拜天子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跑 Rock's public 送入洞房 请禀夫人 四公府的大部分的宾客 都在华底拧酒 你手下看正如夫人所料 是下手的好机会 里边的东西小心保管 随身携带 镇魂珠遇到这些血 就会发光 此时一到 你们就按照我安排的方位 进入大四公府 只有此时这个时辰 才可以行动 记住 一定要在这个时辰内 给我拿到镇魂珠 是 切记 随身携带的血 不准丢失了 今日这九香春 我也不知好所有机关 应该能脱过此时了吧 四弟 你醉了 皇上 小弟没醉 嫂夫人 嫂夫人哪 躲开 小弟还想跟嫂夫人再喝一杯 一时谢意呢 他有点不舒服 先行回府了 四弟 今日是你的新婚大喜 喝酒固然重要 但千万别忘了 房里还有人在等着你呢 是是是 小弟立刻便去 主上 皇上 大仲宰 属下替主上告罪了 大仲宰 看来你我在此 四弟恐怕也招呼不了我 不如 你我就早点回去安歇吧 臣遵旨 皇上请 兄长请 送皇上 送我兄长 是 恭送皇上 恭送大仲宰 主上 嗯 送我回房 是 兄长说 有人在等我 是 主上 主上慢点 小心脚下 慢点 来 来 主上 嗯 是 属下告退 夫人 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像仙子一般 嗯 嗯 怎么样 这是本司空为你准备的新房 可还满意 嗯 嗯 嗯 这烟雾本司空也喜欢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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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上 啊 衲夫人 你好香啊 啊 本司空也有香 嗯 嗯 明明喷了迷香 她怎么还不晕倒 难道 这里面装的水 小不香 可解迷香了解药 小不香 夫人就别害羞了 你 你这个狡猾的人 你不要再过来了 你不要再过去了 这个狡猾的人 这就 говор到了 我说我不是说 你不认为他 你是不是说我 你一直在说我 你是不是说我 哦 夫人真是了解本司空的喜好 想喝喝金酒 好 本司空陪你喝 你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夫人 总把自己给绑起来了 你放开我 夫人 你好香啊 你走开 你走开 来吧 还是先动房吧 夫人 这是做什么 你当真是小看了本司空 既然嫁进了大司空府 就来得走不得 我说楚总管 你每天就像一只苍蝇一样嗡嗡嗡的在我耳边叹气 真想一巴掌派你在墙上 喂 听说一直皱着眉头 时间长了 脸上是会长皱纹呢 那又怎样 我说 你这一天当晚的愁什么愁啊 看到我的揪心 我在担心 我在担心咱们主上 主上有什么好担心的 新婚之夜啊 不行 我得去看看去 不会吧 主上洞逢你都要担心 你未免也太 真是皇上不起太监气 你等等我也要去 此时马上就到了 情况如何 没发现 没有 大司空府身上下下都搜遍了 只有一个地方没搜 新房 退 新房 走走走走 你放开我 看来 你是真舍不得离开本司空 两边有错后背有门 你选择绝地固守不去 我劝你 要真的不想走 就乖乖地陪本司空动房 明天 好给大中仔一个交代 别过来 你走开 走开 放开我 主上 主上 没事吧 你要不想捞出马脚 就别出声 动房二爷 能有何事啊 出去 还有 再听到响动不用进来 快走快走 放我下来 快放我下来 快走 你还我 原青索 你好大的胆子 根本司空成亲之日 身上竟然带着情人送的帕子 还我 如果你告诉本司空 为什么死气白赖的非要进大司公府 我就把帕子还给你 若不然 明天早上我去大中宰府告你个不争之罪 看看到时候大中宰又如何主治你 旁人都说大司公风流倜傥最动女人心 那大司公倒是猜一猜 我为何要嫁进大司公府 怎么知道要变成阶下之囚了 知道阮羽相求了 你 你 叫你乱抢别人的东西 本姑娘倒是要看看如何降服你这匹烈马 你 瞧 怎么样 再 再烈的马 也要臣服在本姑娘的足下 别人了 你 你 你做什么 你 放开我 放开我 本姑娘也有失手不失 你就乖乖的动房吧 你 你 放开我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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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说你到底在探什么气呢 哎呀我都说了 深深脖子喘气舒服还问 我说你连主上的动房都看了 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呀 是啊 还有什么不舒服的 谁 要次货 快来人 快来来 老公主上 延国呢 主上 都已拒绝 马上可以靠大精彩 大肆功夫被吸 是 什么 这么快就有人动手了 大司空府可有医师 未知没有听到大司空说起 到底谁这么新婚手辣 在庆所新婚当夜就动了手 难不成 马上封锁城门 捉拿刺客同党 不可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 是 大肆大有令 关城门 住上 说 城里该查的地方都查了 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属下查看了所有的尸体 他们穿的是最普通的家常布 武器也是铁匠铺里常见的 浑身上下没有一件私人物品 从他们的年龄和身体情况推断 他们是应该有人专门豢养的刺客 属下 仔细查看了这些刺客 应该可以清楚地推断出 他们没有给自己留下后路 哪有这样的刺客 竟然连后路都不给自己留 莫非是皇上的人 要献主上人不义 主上 不可不防了 可陷害主上 无疑是动摇江山之本 皇上登基日前 朝内局势未定 再用先皇孝敏帝的前车之剑 应该不会贸然行动 会不会是齐国人 齐国 齐国与大洲连年征战 边疆战事贫乏 但边城莫齐 要说这么多人 悄无声息地潜入长安城 而不被发现 难与登天 说来说去 什么线索都没有 主谋是谁也不知道 要做什么也不清楚 从来没见过这么难办的案子 打开城门 把所有派出去的人都叫回来 主上 不查了 看来 有人比我们更急 去吧 是 你都听到了 你的好侄女一嫁到大司空府 大司空府就遭了刺客 绝对不会是亲所做的 夫君 一切身材相 夫君近年来为了江山设计 得罪了不少小人 此外 更像是哪个心怀不轨的暗州下手 陷害夫君 或者 更像是银豹说的 是皇上 是不是原亲所做的 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夫君的意思是 把他给我弄回大仲宰府 我要知道真相 说 大谈到什么了 奴婢跟踪金虎和银豹 果然不出所料 大仲宰将这些尸体 隐藏在一处宅院内 令金虎银豹好生查看 这些尸体的线索 以便找出幕后的指使者 之后 金虎银豹便回到了大仲宰府 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刺客 果然不是他派出的 皇上猜到了 不是猜到 而是朕 知道这位大州的大仲宰 朕的兄长 他做事 绝对不会留人化命 奴婢也很奇怪 这些刺客究竟是谁派来的 为什么竟会没留下半点线索 大仲宰府的金虎 断手断众所周知 除非他在演戏 否则 这些刺客行动迅速 不知缜密 还真是有些来头 其他地方呢 四城紧闭 大仲宰的手下 在城内奔波了一天 没有找到任何可疑的人 也没有什么可疑的线索 这就奇怪了 这些刺客 没有杀人动机 也没有全身而退 好像是凭空而降 又凭空消失 只留下了几具 没有用的尸体 大司空 平时只是沉溺于声色全马 并没有一定要他性命的仇人 那些刺客 会不会别有用意 你是说 跟镇魂珠有关 镇魂一出天下境 离商机也百事横 谁不想要镇魂珠呢 不过奴婢觉得 这些刺客出现的 未免也太凑巧了 你是说 奴婢怀疑 青索姑娘与刺客 有串通之嫌